全球大观察一起去冬奥 北京冬奥会增加了哪些小巷 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新增了7个小巷 将产生109枚金牌 创造冬奥历史之最 此次新增了7个小巷为女子单人雪车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 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 跳台滑雪混合团体 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 新增的7个比赛项目中 两个为女子项目 4个为混合团体项目 仅有一个为男子项目 北京冬奥会参赛运动员中 女性比例将达到45.44% 超过了平昌冬奥会的41% 北京冬奥会也将成为 冬奥会历史上女性运动员比例最高 和女子比赛项目最多的一届 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李灵卫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国际奥委会选择这7个项目 主要基于四方面考虑 一是新增这7个比赛项目 不会与2022年冬奥会 既定场馆整体规划发生冲突 不用额外增加竞赛场地 二是电视转播商 有增加冬奥会 电视转播节目内容的需求 三是这些项目都是 今年来比较受年轻人喜爱的项目 四是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冬奥会参赛运动员中 女性所调比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的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